盘点财阀公主福宝搞笑名场面 这天福宝要吃熊生最难吃的去虫药 宋爷爷把药粒放在切好的竹笋块里 然后喂给大孙女 美食鉴赏家福猪猪立马尝出味道不对 宋爷爷赶紧辅助大孙女把药咽下去 难吃的味道让熊想要逃跑 宋侍卫则是一直在跟福宫主道歉 此刻福宝只想静静 只见他口吐白沫坐在床边 吃着竹子缓解去虫药带来的创伤 从福猪猪可怜巴巴的小眼神里 就能看出他对宋爷爷彻底失去了信任 难怪每到福猪猪吃去虫药的日期 江爷爷都会请假 原来是让宋宝来当这个恶人 而能把去虫药吃得如此搞笑 恐怕也只有福宝能做到 当爱宝玩雪时妥妥的氛围感女主 端庄优雅颇有财阀千斤的气质 然而等到福宝出场画风突变 不是想用雪把自己埋上 就是对着雪花施展一通王八拳 最后福猪猪把大脸蛋埋进雪里 一回眸这到底是什么不明生物 而福宝卡头急出狗叫的名场面 真的是看一次笑一次 幸好宋爷爷在身边 否则福猪猪真能给自己念 看来福宝还是没学会老爹的武功绝学 虽然乐宝也有一段道立下述卡头的黑历史 但相较之下他就显得格外淡定沉默 一次爱宝和福宝干饭时 一向捣蛋的福猪猪竟格外反常 缠着爱宝妈妈怎么贴贴亲亲都不够 但很快他就暴露了自己的小心思 只见福猪猪放着地上一堆竹子不吃 非要抢妈妈手里的那根 这时爱女士一个眼神杀福宝瞬间静止 识趣的他赶紧把竹子让给妈妈 只能说福宝每一顿打都是凭本事赚买的 毕竟母子俩睡个觉他都能把妈妈惹烦 这天一大早将爷爷就看到福猪猪和爱女士冷战 直接问到他们是不是夜里打架 看到母子俩都沉默不明 爷爷根据以往的经验猜测 一定是混世小魔王惹妈妈生气了 福猪猪像个犯错的小孩似的掩饰着尴尬 福猪猪像个犯错的小孩似的掩饰着尴尬 不愿大理熊孩子的爱女士坐在地上干凡 而福宝则躲到了另一个房间 看到江爷爷过来他不停撒叫求安慰 听懂的福猪猪起身乖乖去找妈妈 结果江爷爷竟看到大孙女做了一屁股的青团 这下终于知道福宝为什么老是惹妈妈生气了 真怀疑福猪猪是不是被搞错了性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